有老友跟我說:「樓市氣氛很弱,即使超額認購幾十倍的綠字居。」 有申請人表示:「樓市形勢不佳,就算抽到都不要,老友有多少奇怪,既然那些人說抽到都不要,為何還要去抽,搭上深水住公屋好過呢?」 老友不知道,這是做淡樓市的技術,假定那人抽到,當傳媒訪問他時,他就會說:「樓市太弱,即使四十一節,抽到都不要,可想而知,抽到都不要這個信息對樓市影響多大,不過今次說早了,未抽已經說抽到都不要,被人看到哪些申請人士有唱淡樓市機心,撇開機心這回事。 不少人,就算幾有錢的有錢人,抽到都會要,不過會送給其他人,甚至送出更多,所以,電騙案亦有這招,說問閣下抽到獎,但要繳交一筆費用,才可以拿到龐大獎金,而事實上有不少人願意付出一筆費用,不是他們貪心,而是不敢不要上天的禮物。